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思,今天是8月14号星期天,周末的时候有三个信息,我觉得这三个信息,大家如果理解了,下一周行情你基本上了如指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这三个问题当中,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五大央企,对吧,人寿,中国旅业,中石油中石化,还有再加上上海石化,对吧,这几个公司从美国的股市推市 这个推市背后是啥,如果从金融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一种摊牌 为什么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大的角度来看,你把A股放在这个大的格局底下 一看,大概其它走的方向,你是能够判断的,首先我们讲,这个中国在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在对美国的金融霸权进行摊牌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实际上在科技上,你看什么芯片四方联盟,对吧 就是在跟中国玩科技脱钩啊 贸易上,从特朗普开始,虽然他没脱掉 但是他就尝试着想从贸易上脱钩,他自己搞个小圈子,对吧 金融霸权的从来就是一,到现在为止美国的美股还有美元都是在玩霸权 对吧,中国完全是在要按照他的这套规则体系来做 那么最近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地缘这个事,对吧,就是我们的台海这个事 对吧,这个事情就所有的人都很气愤了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大家可以看到就出来了我们五大央企的这个退市 那虽然说我们的证监会已经说了,说这个事是市场行为,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 那如果是一家企业这样退市的话,我们认为它是市场行为,我们还能理解 但是你五个企业同时退市,这个可恐怕你通过一个市场行为来解释,还是有点牵强 那么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我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中国在这个这个关键的当口,对吧,跟美国彻底闹翻了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中国只要是,因为这两天还在军演嘛,对吧,还在军演 那如果中国真的启动了这个程序,对吧,说回来,说回来这个程序,你想想看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美国一定会制裁,而美国制裁的点在哪里 是对中国的金融,对我们的上市公司进行打击,进行报复,对吧 你看俄驴,当时的俄驴,对吧,一旦乌克兰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整个那个当时的那个俄驴走势,对吧,就是这个是港股的 大家可以看到美股,但是也有啊,就是说一口气就跌下来,对吧 就从九块,就是砍了百分之七八十,对吧,那我们的中石油,中国石油,对吧 像这样的,中石油这样的公司,对吧,如果在美股当中也被这样的砍下来 那对国内的这个影响,那就巨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回来是应该的 而且回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石油石化这样大型的公司回来 实际上,如果他们回来了之后,对吧,中国中概股,你看阿里现在都是两地交易 对吧,两地交易,那么大家都回来,回来之后 如果全世界的资本还看好中国市场,你为什么不看好中国市场呢 对吧,因为中国市场盘子这么大,成长性这么好 但如果你们想买中国的股票,想参与中国的企业,对吧 想进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好意思,那你就不能用美元了 请用人民币,对吧,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就对美国的金融霸权了 如果大家投资全部都用人民币的话 投资这个角度来讲,全部都换成人民币,对人民币的升值是有好处的 而且对美国的霸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巨大的打击,我个人以为这是巨大的打击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有可能会把美债放掉 你看俄罗斯,对吧,单身的这个债券 单身美国就有很多人讲这个债券,对吧 中国的这个债券,当然就不还了,就不要还给它了 那你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以为这个事情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大家拭目以待,我个人以为应该会有这个动作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在减速 大家如果这个有没有就是细心的 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这个二年七月份 就是我们今年七月份,哎呀,这个金融的数据实在是不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我们七月份的人民币贷款 就是你贷款出去就是人家企业需要,你贷给人家 六千七百九十亿美元,那个人民币啊 同比少增长了,你看跟去年相比 我们少增长了四千多亿啊 七月份的涉融数据,整个社会的融资,对吧 比去年少了多少,少了百分之五十 将近百分之五十,不到百分之五十,将近百分之五十 哎,这这可是一个重大的数据变化 那就说明整个中国的经济确确确实实是在减速 那么这种减速该怎么办 你出现这种减速怎么办 那现在房地产确实不能搞了,不能搞怎么办 从外部松把,内部维稳寻找新的增长点 哎,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话题 什么叫从外部松把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对面那个事给解决了 那真的是从外部松把 那中国完成统一大市场 各位,大市场很重要,统一也很重要 你看看,统一 如果你没有芯片这个事情,那确确实实就是撤走的嘛 美国它就是晚年 你看自己的增长,比如说我们三年之后五年之后才把这芯片搞出来 那你错失了三年的发展机会 对吧,这个事情我个人以为就借这个由头应该来讲 这个事有可能会被解决 大家可以看到一带一路,还有整个欧亚大陆打通 中国所有的问题从外部将迎刃而解 就是美国再这么封锁 你这个事是明白在这地方的 所以当下的这个格局 一个是我们内部可能要寻找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吧,比如说光伏啊 这个芯片这个 那个光伏芯片啊 离电,风光离煮车这些 对吧,那么从外部来讲 外部的这个战略应该来讲 一直都会贯彻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上层的人在哪个地方活 在哪个地方 做这个活动,你大概起就能猜到这个事 那我们讲单浅的A股环境 实际上我们的政策,货币政策 以后我们讲今天包括我们 今天我们团队的还有人说 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政策会放送 我告诉大家放送不了了 为什么 你看4月份以来 我们的M2就是已经放出来的货币 从10.5,11.1,11.4 到现在为止已经12了 如果你因为不断在突破新高 12已经是一个极限了 各位再往后13,14那是很少的时间了 对吧 那么如果你要再放的话就通货膨胀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伙他不贷款 他贷款的少啊 他贷款在减少你放水干嘛 你放水难道流到这个10.0领域吗 他贷款企业在不扩张 你搞是没有用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A股货币政策肯定是没有了 货币政策的环境是没有了 而且中国的经济呢面临增速放缓的问题 外围同样面临经济衰退 有很多时候不对啊 这两天美国股市啊 反弹的还不错对吧 人家快又要快创新高了对吧 我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曾经听过所看过索文斯的文章 或者看过索文斯的视频 我应该讲过 我说当时呢 在70年代的时候 当时也是这个德行 但是10年美国股市文斯不懂 并没有往上涨 那美国的股市 为什么它没有暴跌呢 对吧 它没有产生这种暴跌呢 实际上这个美国的体制是有关系的 美国是金融控制整个国家 全民都是股民 他们的所有的领导人全部是股民 全部是资本家 对吧 中国控制的是什么 中国控制的是制造业 美国控制的是金融 你控制制造业 制造业当然要发展 你控制金融 金融当然不能倒台 但是不是你的金融不倒台 就代表你的经济发展会非常好呢 肯定不是 为什么 只要因为中国已经20多年 作为全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如果中国的经济减速 中国的经济减速 就意味着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跑不了 你基本上都会减速 你想想看 我们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如果外部的电单减少了 你说外部发生什么事情 很显然吗 这不用讲 所以这种善展有效还是无效 从目前来看的话 反正美国你像高盛 美国大摩都在掌控 都认为是扯淡的 那为什么会走呢 对吧 可能是极个别的把利好当利工 或者他们有另有操作 但是从A股上来讲 我们目前为止确确实是面临着经济放缓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地缘面临巨大问题 五大国企退出这个股市 这个事情短时间之内对整个股市来讲 没有什么扩容的问题 因为我们他们退市了之后 假如说因为它在港股里面已经有 在A股里面已经有了 它不存在扩容 对吧 那么未来如果有很多新的股票 它不能够到美国股市上市 有可能会存在扩容的问题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不存在扩容的问题 但是短时间之内确确实实也是有 这个有所沉压的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当前整体的策略是什么 业内来讲 反正是不激进的 应该来讲 仓位保持在半村左右不最高 一般炒作腰股前一段时间像大港 对吧 像这种炒作腰股基本上围绕的是小国企 小国企 六个百分左右的小国企 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炒作 就目前为止腰股的统计就是这样的 模糊概念 概念比较模糊 比如说Tiple的 全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 但是这个概念比较模糊 它就围绕小国企炒一波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重点的行业 风光离处车 细分领域 我讲主流的这些公司 现在挺高的 细分领域 爆量可能会博弈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 就是新的亮点还是不错的 你看7月份 我们新能源汽车完成销量 61万辆 对吧 61万辆 产销 销了将近60万辆 产了61点多万辆 基本上没什么库存 你看到没有 同比增长了多少 跟去年相比增长了1.2倍 这不得了啊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新能源汽车产销 一到7月份 我们已经完成了300多万辆了 那么全年完成600万辆 这概率还是很大的 也是增长了1.2倍 市场占预率 现在我们市场占预率 已经达到22%了 就是说五辆汽车当中 就有一辆是新能源汽车 所以未来这个汽车 没有燃油车 全部是新能源汽车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新的 会有一些非常好的 一些创新 你比如说 像这个里面 像锂电池里面的一些东西 对吧 一些配套的东西 这个里面 还是有很大的东西 可以考虑 因为我在索文斯的文章当中 前后所提到的 这几个方向 大家仔细的去思考一下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我所提到的这些东西 特别是锂电池相关配套的 你比如正极 对吧 你比如说这里面的 一些配套的东西 大家仔细的去研究一下 我觉得这个里面 我在文章当中对我 大家如果找不到的话 下面这样的评论去说一下 那么第四个 我们讲大汉情 现在依然是没有到来 但是大汉情有没有 我觉得个人以为 下半年有一波汉情 那这波汉情什么时候来呢 这波汉情就看 那个事情怎么解决 那个事情如果解决了 解决的好 解决的非常霸气 应该来讲 汉情产生到四天里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不解决 那么在这个位置 可能还会牵沿震荡 因为目前为止 发展确确实实是挺模糊的 那么重点的 领域重点的行业 是有结构性的行业 那么这些结构性的行业 在哪里 详细的内容 我在索文斯的文章当中 前后再跟大家讲 详细的内容 大家参考索文斯的文章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向我直接在评论去说一下 好今天重点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关注索文斯的文章 关注索文斯的视频 如果你手机有点的话 长按点赞签点个赞 谢谢大家